你说做正心,为什么奇蓝杂症或很难搞的病都医得好呢? 自古以来,在各地社会里, 正心的人都广泛应用去医各种病, 长期很多奇迹出现, 就是几乎没有生理的病、心理的病, 正心是不会帮他好快点, 现代医学逐渐证实, 人类绝大部份的病,多多少少都是心因性, 即是里面的情况,要医,要由心做入手, 正心就是医心理想方法。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的病患, 伤风感冒到发烧到高血压到心脏病到哮喘到头痛到糖尿到尋麻疹到关节炎, 癌肿瘤,痛经,穴经失调等等, 其实都会因为七情的极端变化, 发病或者家劇。 七情就是喜、怒、忧、示、悲、恐、惊。 正心就是改变我们这些情, 所以疗下就这么显著,防止复发的作用更大。 甚至各式各样的传染病、中毒、风寒、 环境性疾病,通常都是外因之外面的因素, 通过内因,内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机能减弱了。 所谓,邪之所臭,其气必虚。 我们搞定这些七情,自然会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也有所谓,精神安守,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即是正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培育正气, 令人体的功能恢复平衡保持协调, 于是有病医病,没有病防身,就是这样。 根据现在最近的医学研究证实, 人在正心的入定状态的时候, 身体普遍出现很多种生理的变化, 包括什么呢? 心跳一般每分钟是万三几下, 呼吸就变得很轻,很慢, 身陈代謝是越来越慢, 身体消耗的氧气也是会减少, 减少到两成。 人睡得很轻的时候, 动物冬眠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况。 不过正心还有其他身心的变化, 譬如血液里面的乳酸炎, 含量就会下降。 乳酸炎是肌肉身陈代謝产生的, 通常紧张焦虑, 我们搞出很多血液里面的乳酸炎。 正心就这样令到血压高的人, 就血压回到正常。 正心我们的脑部会发出alpha波, 甚至令我们沉睡, 或者催眠状态。 我们的大脑活跃的时候, 就是发出beta波, 就是松弛症低的时候, 就会发出alpha波, 速度低很多。 还有我们静心的时候, 我们的手腕就会暖一些, 通常提升一两度。 腹胶感神经的机能活跃, 内分泌增加, 消化系统活动加强, 其他系统都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和心就安定镇静。 头脑就是在最清晰的状态, 感觉是最敏锐。 在这个状态之下, 正做正心这个人, 主观上觉得自己心情很舒畅, 全身很舒服, 心胸非常打开,很阔, 整个身心都处于一种放松的, 很开心舒服的感受之中。 就是这些生理变化, 影响到全身这么多系统功能活动, 就是协调, 就是平衡。 这就是静心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生理, 再影响形态的变化。 为何百病做了正心呢? 都好得快呢? 道理就在这咯。 都好多事ة。